为什么中国人老师学不好英文呢 我们这边讲的是第四个 很少接触字式搭配 这是下集 你就从上跟下 反正我的说图写得很清楚 还有我的这个标题也写很清楚 你就从上再看中 这边是下 然后我们前面就不再重复了 然后我们就直接讲 那上次中集尾巴都讲的 有六种 第六种情况 介细词跟其他词性搭配 稍微提到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 介细词 介细词就是 不管表达时间 地点 原因 手段 目的 关系等等各种情况的时候 在这个词 不是字 词在开头 到底要用介细词 in on for web by 等等 还有一大堆 介细词总共将近一百个 常用的 看得到的有大概三四十个 最常用的大概有十七八个 所以我们一般人 把介细词看得太简单 而且介细词很复杂 常常一个介细词好多意思 再加上用法的变化很大 所以这种介细词不太会用的时候 就是无法有效解决 因为英文字出现最高级的就是介细词 这些 in on for with 另外就是你我他 再来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字 如果你不太会用介细词 因为介细词你不太会用 可是你又不能不用 不用没办法表达 用了用错 如果人家会 也许会听成别的意思 会降低我们跟外国人沟通的效率 因为它出现几率太高了 所以你说 有没有人说 我英文好得不得了 但是我介细词不太会用 他这些笑话 就来说 我会开车 但是我 但是我没有驾照 我没有汽车 那讲了半天没用 一下举一些英文介细词的例子 我们一个介细词 举五个 不然太多的讲不完了 就是in开头的 常用的 这用in开头太多了 几百个 几百个 像in future 在未来 in half 分成一半 in reality 在事实上 在现实上 in love with 和谁谈恋爱 in public 在公众 这都用in 多了 我自己有个很庞大的英文资料库 都是我自己研究出来 有的从字典 有的从哪里 这个自己 很复杂 我那个资料库太复杂了 太多了 so in future in half in reality in love with in public 这都是in开头 很多啊 它也可以表示时间 也可以表示地方 也是可以表现方法 手段 一大堆意思 所以在我的16个YouTube频道里面 有一个叫特殊文法片 还有一个叫做基本单字片 里面都有提到 很完整的提到 硬怎么用 到底有哪些意思 全部讲清楚 所以我有16个频道 不只有一个频道 所以希望大家 不管看到哪一个频道 都16个都能够按订阅 就是一种鼓励嘛 大部分人 可能八成的人 都还是看到哪一个 是按订阅 当然很多人 也是看了以后 没有按订阅啊 只有少部分人 只有一两成的人 他知道啊 说有16个 他就尽量多按 可能定个八个十个 有的有的就是 因为我陆陆续做嘛 有的从十三十四四五全订 也有啊 所以每次看到有人 全部订我就好高兴啊 那以at开头的一些片语啊 比如说 at last 在最后 at least至少 at best 最好 at peace 在战争的时候 at person 现在 现在都是用at开头 当然at开头也不少了 但是没有印那么多 印是最多的 印开头最多的 像这些at at也是经常出现 at last at least at best at peace at present 像用街形式开头 on 我这边都没有全部写 全部写写不完 用on 开头一些片语啊 片语跟成语不一样啊 但有些是中间 有些重复也有啊 那基本上片语跟成语 是还是可以区分开来的啊 片语就是 片语啊 成语啊 成语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跟实际上的意思 常常是不一样的啊 而片语呢 就是大概字面上 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当然有些也是不一样 就比较像成语啊 就是字猜不出来的啊 跟字面上的你看不懂啊 实际上的意思是别的意思啊 所以 我觉得有些片应该 有些片应该算成语啊 on the basis 基本上啊 on the count of 就是因为 基于什么理由 因为 on the other hand 在另外一方面 on the round 就是 闹跑啊 逃亡啊 然后on business 就是 因公啊 因为要做生意 就是 on the basis on the count of on the other hand on the round on the round on the round on business 用拜开头的啊 一些 一些片语啊 用拜开头啊 像 by birth 就是生下来就怎么样 生下来是有钱人 还是没钱人啊 穷人啊 by all means 就是用各种手段 这个means 已经不是意思 而是手段啊 所以一字多语啊 太复杂了 所以我十六个这个 频道里面啊 有一个是一字多语篇啊 专门讲英文单字啊 有很多意思啊 那个我觉得 对到英文程度 帮助非常大 一字多语篇 还有基本单字片 基本单字片 是每一个字啊 都用放大镜啊 照腰镜去照啊 有的单字很简单 就一个意思 一个词性 有的时候一个单字啊 可以给你搞八九个十个意思啊 可以搞三个四个五个甚至 目前看到最多一个 只有六个词性的啊 这边是手段 而不是意思 by oneself 就是独立完成啊 自己一个人啊 by air by sea by land 就是搭乘交通工具啊 搭乘天上空气啊 飞机啊 搭乘海上的船啊 陆地上的巴士啊 汽车啊等等 火车啊等等 by the air 就是按时 按时机费啊 你说你的薪水怎么 老板啊 薪水怎么 你是打工的 按小时机费啊 你又不是正式员工 按小时机费啊 by birth by means by oneself by air by sea by land by land by the air 像这 以前那个考 英文考试 老师常常喜欢出这个啊 an hour 还是an hour 你说h嘛 应该是a嘛 就它是an 因为什么 它指音不发音 是 hour 它应该an hour 不是a hour 那同样的啊 第一个字啊 可能是母音啊 但母音又不发音啊 它又变指音 用as开头 as这个字太复杂了啊 又可以当形容词 啊不 呃 又可以当这个 啊 副词又可以当解析词啊 所以我们说as on as 常常这个as 中间加一个什么形容词 或什么词 后面加as 那通常呢 前面是副词啊 as on as 前面的as是副词 后面的as是解析词啊 这很多搞不懂 两个都是as嘛 但词性不一样 你看就像as on as 是要啊 前面这个as是副词 后面的as是解析词 这个as on as 也是一样啊 as a rule就是啊 根据啊 根据一个惯例啊 根据啊 就形成as a rule 变成一个惯例 变成一个 呃 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 一个规则啊 as f就是仿佛好像 好像as f好像 as on as 这个只要啊 就只要 只要你怎么样啊 as well就是也是怎么样啊 同样的啊 也是 as soon as 就是一当怎么样 一到时间 一旦怎么样 当什么时间怎么样啊 as a rule as of as long as as well as soon as 那用of开头啊 一些片语像 of course 当然啦 这很简单 of a kind就是同一类的 of one's own choice 自己决定的 of great use of no use of great use 就是有很大的帮助 of no use 就是 没用处啊 没用 of little veil of no veil of veil就是效益啊 就是 of little veil就是 效益一点点 不大 of no veil就是 一点效益都没有啊 所以这 of 开头的 of of 你要强调他的时候就念of 你要不强调他的时候就念of 用of 所以你要念清楚一点就of 如果像美国人念华音啊 联音就of 轻轻过去啊 of course of a kind of one's own choice of great use of no use of little of no veil of no veil 那以worth开头的啊 一些片语啊 像 with exception with no exception with exception 就是这个是唯一的例外 no exception 就是没有例外 with open arms 就是我敞开我的手臂来欢迎你 我开成布公 我很高兴的欢迎你 with man voice 就是众口一致啊 大家讲话都一致啊 观点都一致啊 很团结啊 with luck就是运气啊 用运气啊 运气很好 with one accord accord 这个字也是好多意思 这边就是重心一致啊 one accord 一种声音啊 跟前面那个啊 with one voice很像啊 所以这都是with 当然 with 开头的片语很多啊 我这边只是每一个都公平啊 每一个都举五个例子 实际上每一个都要举 有的要举一百个 一两百个例子都可以 有些举不了那么多 有些可能只有三四十个啊 所以每一个开头不一样 反正in啊 印是最多的啊 with exception with no exception with open arms with one voice with luck with one accord 用for 开头的一些片语啊 这for也是意思好多啊 为了你怎么样 因为怎么样 呃 这个 也是意思好多啊 for fun就是为了乐趣啊 for the first time 第一次啊 for oneself 为了自己啊 for the purpose 有什么目的啊 for rent 就是出租啊 房租啊 出租房租啊 租出去啊 这几个啊 都常用for for fun for the first time for oneself for the purpose for rent 这些都举一些例子啊 杰西词开头再来些 但是这只是一半啊 一半是这种叫片语啊 就是习惯的用法啊 也是有固定排列组合啊 那另外一种就麻烦了啊 这边就没有办法去细讲 就是他不是片语 他跟着其他的名词 或其他词性用啊 不规则的啊 随时出现啊 那个就比较 比较难 难 所有例子举出来不可能 啊 所以我在我的这个 其他一些相关频道啊 像那个 基本单字片啊 都会提到啊 还有一个 成语片啊 成语造句片啊 成语造句片那边写的特别多啊 啊 这对这个有兴趣可以去找来看看 所以我的频道 我像视频几千个啊 太多了 没有人全世界没有人看得完 但没关系 啊 就是你去 就是 你去 从缩图啊 从标题啊 找你有兴趣看啊 你不可能全部看完 所以有些人说 哎不好找不好找 那我缩图 就是得目录嘛 搜图都文字嘛 也没有什么照片 没什么 上面都是白纸黑 就告诉你 我自己讲什么 你这样还找不到 那我就没办法 那我就没办法 而且还标题嘛 你说 你都不看标题 啊 或者标题随便看看 搜图也不看 我就说哎 我这个找不到 那个找不到 那我就没办法 Underage就是未成年啊 Underest就是被逮捕啊 Undercontrol就是控制中啊 被被控制了 Underfire就是被人家攻击啊 这不是火啊 被人家攻击的意思啊 Underearth就是宣誓啊 就发誓 Underage Underrest Undercontrol Underfire Underearth 那前面再举些例子啊 那至于介细词啊 他在片语之外 其他表达就我刚才讲的啊 我在16个频道 特殊文法片啊 基本单词片 还有一个最多就是 成语造句片啊 都做详细说明 所以我们前面上中下之下啊 全部讲了中上所述啊 当然我们可以正确使用啊 字词搭配有这种能力啊 然后使用英文自然能够达到 道地两个字啊 也会让我们对自己的英文啊 充满信心啊 所以就是我自己列出六个 大家学不好英文的 这是第四个 就是道不到地啊 你的用字显词啊 更加一不一样啊 用的一样 大家沟通就很顺利 啊 用的不一样 就卡卡的 老外就是 老是搞不懂 那在沟通起来就有障碍 然后 慢慢的你就会 上师啊 就没有信心啊 上师学习英文的动力 后来到最糟糕就是 不敢用了 更不敢写了 更不敢讲了啊 所以这个道地很重要啊 所以这一集的资讯量比较大啊 所以我有很多的视频资讯量比较大 反正YouTube你可以重看 没关系啊 这下集我们就上周下啊 把他讲完了啊 这一集讲到这里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